嗨,大家好,我是Malisa,今天我要画一个Everyday Makeup 我平时日常的妆容基本不会太浓烈 眼妆会选的眼盘是比较容易搭配的 比较节省时间的,解色度不会很高 我要求的是非常能够快速地完成我的妆容 那如果你对我Everyday Makeup所使用的美妆产品感兴趣的话 那我们就马上开始吧 首先第一步会上一个防晒 我脸部刚刚已经涂了这个Cosys的物理防晒 Dreambeam 这款防晒非常好用 它是一个纯物理的防晒 它是一个矿物质防晒 里面有圣钛,Cerumize和玻尿酸 那它完全可以用着底妆的打底 那我刚刚已经涂过了 然后它的质地是有一点点油润的 它是一个有颜色的防晒 涂起来不会白 推开是这种颜色 肌肤和我的皮肤的颜色差不太多 那它有个润色的效果 然后涂起来也是蛮保湿的 我现在手上的同学用好几款防晒 我所有的防晒都是物理防晒 那我之前也用过化学防晒 但是我是一个敏感肌 我觉得用完化学防晒 我每次卸妆的时候 我的脸真的是惨不忍睹 红血丝啊干燥问题都会跑出来 所以我是不碰化学防晒的 有一些粉底它会用化学防晒 但是我也是尽量会少用那些粉底 然后我会在上粉底之前 毕竟上了一个隔离 物理防晒相当于隔离 会感觉比较安心一点 今天的粉底液会用这个 Chanel的这一个果冻粉底液 这个果冻粉底液官网上说 它是一个 healthy glow自然的粉底液 它是一个能保湿 然后又能长效持妆的一款粉底液 它的遮瑕度是light to medium coverage 所以它的遮瑕力不是很高的一款粉底液 我觉得Chanel的粉底液还不错 我评判一款粉底液好不好的标准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 我戴妆一整天回来卸妆 卸妆之后 看我的肤质有没有变化 我今天拿这个腰质粉扑上妆 有的粉底液呢 我会过敏 然后我卸完妆之后 感觉我的脸就跟蜡肠一样 真的是红血丝 什么瑕丝 都被激发出来了 真的是超级恐怖的 所以那种粉底液我就不会再用了 不会经常用了 但Chanel的粉底液 我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我的皮肤还是非常好 当我卸妆的时候 所以我平时非常喜欢用Chanel的粉底液 它唯一我不喜欢的就是 它的香水味 不是我不喜欢它的味道 不是任何香水有很浓的香味 我都不喜欢 各种香味我都不喜欢 我相信应该有很多朋友和我一样 就是有的时候 如果我早上不吃早饭 或不喝咖啡 如果去电梯里啊 或去商场啊 闻到很浓的香味 我的胃就会很不舒服 我是一个敏感体质 所以不是我不喜欢 或怎样 是太浓烈的东西 味道很重的东西 我会身体有反应 我不舒服 就是如果皮肤 这个粉底液的香味很重 它一直敷在我脸上 我就会一直闻到它的香味 我就不是很舒服 所以我更喜欢没有香味的粉底 那用这个腰症的粉 我上妆就很快 这就是我上完低层的样子 我就低层就没有很厚重 然后平时我会在瑕疵的部位 就是会再稍微叠加一点就OK了 因为我脸部这边有泛红 我要遮一下肤色不均 其他部位我就还好 还是保留一点皮肤的texture 看起来会比较自然一点 就OK了 这款粉底液它是一个保湿的粉底液 但是涂上去它并没有非常的 看起来很油润啊 很duy啊 没有 它看起来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自然的一个自然的光泽 没有很油亮的感觉 接下来我会稍微画像维毛 用的是这个Urban Decay的这个两头的 一头是固体的一头是液体的一个眉笔 那我就用固体的这一头 因为固体的这一头它会颜色比较淡一点 所以看起来就比较自然一点 那我就这样顺着我的眉毛 长的方向 这样画一根一根的 然后把我的眉毛稀疏的部位缝隙 去加深添补一下 眉尾的部分呢 我会稍微用一点眉胶这个ELF的眉胶超级好用 它的定型能力还不错 而且它的这个产品不是很贵 ELF的东西不是很贵 所以性价比还是不错的 看我里面已经用了多少 那自然的话就在眉尾的位置 稍微加一点就好了 我就不往上梳了 然后把眉尾填一下 那大概就画成这个样子 不要画的太夸张 接下来修容 接下来修容 我还要用这个Makeup by Meryl的 这个Skinny Handser 这个修容的颜色超级自然 哇我的指甲太粉了吧也 这是我在这个Amazon买的 它来的时候这个指甲巨尖 它能好长好长好尖哦 它原本的形状还比这个还要长还要尖 然后把它自己剪掉 然后把它磨成这样子 不然俱长 我觉得指甲贴片就很方便 涂指甲油就还要等它干 然后有的时候不干就会被蹭到 然后再涂就会浪费好多时间 这个修容产品真的超级好晕染 看 它就相当于比我的粉底差不多深 一个半色号 然后它又是那种古铜的颜色 然后就很夏天 很健康 拿深一点的粉底液涂也可以 但是我觉得粉底液的色号就比较难选 选到就是刚刚比你肤色深一点点 然后又很古铜的颜色 要仔细认真去选 不然的话会选到太冷啊 太土啊太黄 太粉都不是很好看 这边也来一点好了 下来的腮红呢我也要用这个 makeup by Mario的腮红 膏状腮红 它是一个新品 出来也不久 这款腮红膏我之前有用过 我的颜色是 barely flushing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自然百搭的一个玫瑰色 它不会特别的亮 所以就会比较百搭一点 不会特别的显眼啊 夸张啊没有 这就是一个很温柔的一个玫瑰色 它是一个中性色调吧 neutral或是偏冷 没有 它是一个中性色调 是用人群里叫国 接下来唇部呢 我今天会用这个rose ink的这一个口红 很cute的包装 然后前几天我也order了一些 这个rose的这些产品 里面有口红 然后有bronzer 还有blush 那我下次再出一支视频 给大家做这个品牌的试色 我这支口红的颜色是demure 那这个颜色是一个mid tone rose的颜色 有一点偏螺 那我上嘴给大家看一下 嗯它是比较偏粉一点的 它应该不是一个暖掉的 这口红的味道很好闻欸 它是那种淡淡的香味 不会很浓 你让它这个也很creamy 这个质地涂起来的感觉有点像老式的那种润唇膏的感觉 比较有包覆感安全感 这口红的质地涂起来特别舒服 感觉它不像是一个完全的口红 它更像一个有色润唇膏 在有色润唇膏和口红之间的那种显色度 稍微上一点这个shyletubry的concealer 那我今天的眼影要用的是这款tomford的33号rose prismay 它是2021年release的 这个眼影货是前几个月刚刚入的 我看这款眼影 之前有youtuber去review过它 说它当时出来的时候有断货 然后我去收这个产品 一般大型的百货 在美国大型的百货都没有卖了 但是我用google去搜 然后它就是显示官网还有货 但是你去官网的网页 直接去找这款是没有的 但在google里输入这个颜色色号 它就会直接跳出来那个界面 就很神奇 然后我就入了这个 这个眼影的配色 是一个非常非常日常的一个颜色 它的饱和度没有很高 即使叠加很多层 它也不是很显色 如果你是个medium skin tone的朋友们 我觉得它这个就不太会显色 Fair和light skin tone 我觉得ok可以用这个 那我先用这个颜色去打底 它是一个蜜桃色 蜜桃橘色 这盘就是一个烘焙质地的干湿两路盘 Tumple White Dry的formular 本身的颜染能力就非常好 再加上这个盘颜色真的很浅 它就更加好颜染 那我上的这个颜色是不是不是很显色 它跟我的肤色非常的相近 然后我再上这一个颜色 这个颜色是这盘最深的颜色 但它也不是非常的显色 看就非常自然漂亮的一个巧克力色 它是一个中性吧 我先把它铺在上面 然后再拿一把暈染刷 把边界暈染开 这盘就非常适合日常 因为上的速度也很快 晕开的速度都很快 几笔就可以晕染开 接下来我用这把Sonia G的Builder Brush 这个刷子是半干的状态 然后我去沾这个紫色 浅紫色非常赞这个颜色 我觉得它只能做一个提亮的颜色 可以加很多层 它只能达到这种写色度 那我用手指沾一下 OK 然后下颜线拿一把细一点的刷子 沾橘色 蜜桃橘色 再下颜线打梨 这盘真的都是很浅 怎么画都不会出错 像我这种是叠加比较多层的 接着用同一把刷子 像这个最深的颜色 在下颜线的眼角加深 最后呢我会上这个颜色 这是这一盘里最闪的颜色 上在上颜皮的眼中的部位 它是一个米色的 一个闪片色 比较低调的闪片 OK 那我的眼影部分就画好了 现在我要画了眼线 戴个睫毛马上回来 Moments later 脑的妆容就完成啦 我带了一副非常自然的假睫毛 是Natasha Denona的 我都不知道Natasha Denona有假睫毛 我买了眼影 然后她发过来的包裹 正送了一副这个假睫毛 这个型号是Lauren 是非常自然的一款假睫毛 然后在后面写上 这些假睫毛是百分之百的人类的毛发 是一消毒过的 听起来有点恐怖 人类的毛发一消毒 我平时如果赶时间的话 就不会带睫毛 我就稍微涂一点睫毛膏 那这就是我今天的妆容分享 希望你喜欢我的视频 如果你也是喜欢美妆的朋友们 请你关注我 我会每周定时更新 最新最热的美妆产品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See you